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门播报 我是Cherry 目前加拿大低于预期的通胀数据 让一名策略师预测加拿大央行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何时回归目标的保守预估 暗示降息的大门可能比央行预期的要早得多 加拿大央行在1月份的货币政策报告中表示 预计CPI在2025年之前不会接近2%的目标 但National Bank of Canada Financial Markets的利率策略师 施莱西在2月22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今年第三季度将有一条明确的道路通往2%的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怀疑通胀需要那么长时间 才能降到目标数据 本周低于预期的CPI报告强化了这种怀疑 施莱西表示 这种粘性通胀前景并不新鲜 它帮助政策制定者有理由推迟短期降息讨论 加拿大统计局在2月20日报告称 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放缓至2.9%超出预期 这是自2021年年中以来首次降至加拿大央行 1%至3%的目标范围 央行设定利率是为了将通胀率控制在2% 这是在2022年6月CPI飙升至8.1%后 最近十轮加息的目标 施莱西认为 即使通货膨胀率没有比现在更慢 央行也能实现通胀目标和降息 施莱西说 要达到2%的通胀率 根本不需要假设通胀率会从最新的运行速度上减速 事实上 只要加上过去6个月的平均月度增幅 你就能准确地得出第三季度的目标 它的计算包括有问题的住房通胀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加拿大GDP同比增长6.2% 高于去年12月的6% 租金上涨7.8% 高于去年12月的7.5% 1月份迪亚贷款利息成本上升27.4% 施莱西进一步认为 如果经济产出开始低于其能力 或者通胀回到2010年至2019年 平均为0.19%的疫情前水平 加拿大央行的通胀目标可能会在第三季度之前实现 他表示 2%的通胀率可能会更早到达 如果2%的降息确实比加拿大央行预期的要早 我们预测的2024年125个基点的降息幅度也不会太大 南生东Bank呼吁央行在6月份开始降息 并表示如果经济收缩和失业率上升 银行官员在下半年的每次会议上降息是完全合理的 施莱西说 我们依然相信到2024年加拿大央行的宽松政策将超过美联储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的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持看第二条新闻 总部位于卡尔加里的Links航空公司 周四宣布已向阿尔伯塔省法院申请债权人保护 该航空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将于2月26日下周一凌晨停止运营 在此之前航班将继续运行 该公司在新闻稿中表示 目前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乘客 建议已有预定的乘客与信用卡公司联系 以确保提前预定的旅行退款 Links客户的更多信息可在常见问题页面获得 在周四晚上给CTV新闻的一份声明中 Links航空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该公司认识到这一声明给乘客带来了挑战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与正在转机的乘客合作 寻找到达目的地的其他安排 Links表示建议已经预定下周一之后 航班的乘客马上与自己的信用卡公司联系 以便获得旅行退款 LinksL表示下周停止运营后将无法帮助退款 并且将不再接受贷金券 该公司在社交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 过去两年Links在推出发展和扩张方面投入巨大 为加拿大人提供了低成本无缝的旅行体验 通货膨胀 燃料成本 汇率 资本成本 监管成本 以及加拿大市场的竞争压力 最终证明了我们公司难以克服的巨大财务压力 有报道称 Links航空退出加拿大市场 是在本月早些时候 关于该航空公司与Flyer航空可能合并的传言四季后发生的 该交易本应由Flyer航空接管Links Flyer航空首席执行官Steve被问及可能的交易时拒绝置评 Flyer航空发表声明称 根据公司政策 该航空公司避免对船员或猜测发表评论 Links航空尚未向媒体回应此事 就在LinksL宣布破产停运后 不少华人都发帖求助 表示自己已经预订的航班被取消 但也不知道如何退款 有一名多伦多华人则经历了一次血赚退款 不仅免费从廉价航空Links升级为同时段的加拿大航空 还获得了100元的Credit赔偿 就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 多伦多华人小Z在某城上购买了 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往返机票 往返分别为Links航空和西捷航空 共计1480元人民币 版城的西捷航空立刻确认出票 但去城的Links则一直在等待中 随后小Z看到了Links的倒闭声明 小Z没有联系Links客服 而是立刻打给了某城官方客服询问相关事宜 在确认了是因为航空公司倒闭 导致无法出票后 客服立刻提供了解决方案 全额退款或者免费换至附近时间的航班 经过查询和沟通 小Z最后免费换至几乎同一时间的加拿大航空的航班 并且获得了100元的credit赔偿 经过此事 小Z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通过票务中介或代理平台购买机票 火车票门票等 如果遇到非乘客原因 取消改变行程 可以首先联系中介或代理 他们会首先为客户谋取最大利益 同时西捷航空也正在被受到Linx航空突然倒闭 而受到影响的乘客提供帮助 在2月22日至10月26日期间 西捷将为之前由Linx服务 其直飞航线上所有经济舱的票价 给予25%的折扣 折扣有效期到2月29日 所有计划在2月29日之前 从美国或其他目的地飞回加拿大的乘客 西捷为之前由Linx提供的直飞航线上 任何北上航班的经济舱机票上限为250元 另加税费 所有预定都应该通过westjet.com在线进行 西捷航空在一份声明稿中表示 西捷航空对定价进行了处理 以确保票价低于通常的收费水平 折扣票价将于今天2月23日 在西捷航空的网站上公布 该航空公司表示 在2月29日之前 由Linx服务的所有直飞航线的国内票价 将不超过500元 另加税费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BC省油价由周三的每升1.7元 跳到昨天周四的1.76元 没错 低陆平原地区的油价再次上涨 截至今天周五 大温许多加油站的价格 已跃升至每升1.889分 自周三以来上涨了16分 今天早上9点 油价追踪网站Gasbody 显示大温地区的油价全面上涨 根据CTV的报道 油价分析师迈克蒂格预测 周六上午油价还会进一步上涨至1.909元 也就是该地区自10月初以来 从未出现过的数字 他认为这是帕克兰炼油厂 近三周前关闭的延迟效应 他称 油价飙升后会下降 能源交易商 并没有真正关注美国西海岸供应状况的持续恶化 麦克蒂格指 炼油厂正在进行季节性维护改用夏季混合燃料 会导致停产2-3周 可能对整个大西洋西北地区的燃料供应产生直接影响 麦克蒂格周五上午表示 上周这个时候 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市场价格约为每加轮2.14美元 现在约为每加轮2.6美元 麦克蒂格预测 菲沙河谷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的油将会上涨 而BC省其他地区则保持稳定 他预计在本拿比炼油厂恢复运营之前 南部海岸的油价将继续波动 加拿大政府的综合恐怖分子评估中心预测 受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驱动的极端分子 可能会袭击加拿大活动中的人群 ITAC是一个联邦政府团队 由安全和情报界成员组成 负责评估加拿大面临的威胁 该机构预测 袭击可能针对抗疫活动 文化中心 外交地点或以色列 或巴勒斯坦在加拿大利益的其他象征 据称此类攻击很可能是由激进的单独行动者 使用现成武器实施的 简报写道 出于意识形态和宗教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 和单独行动者可能会被事件处罚 并动员起来实施暴力 并在大型集会中发动或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 而在12月渥太华警方逮捕了一名青年 他被指控策划针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 2月15日提出的额外指控 这名嫌疑人在恐怖组织的指导下密谋谋杀 该嫌疑人因被成年因此无法透露姓名 简报称 在加拿大发生这种性质的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该简报审查了中东事件导致的 加拿大社区暴力的可能性的增加 报告指出 在哈马斯袭击之前反犹太仇恨犯罪就已经在上升 自2015年以来以猛增182% 到2022年超过500起 尽管与冲突相关的抗议活动基本上是和平的 但ITAC表示 这并不排除机会主义威胁行为者加入活动 并从事暴力行为 ITAC表示 清真寺伊斯兰社区校园团体 巴勒斯坦领事馆游说团体 以及与巴勒斯坦人有关的企业都可能成为公期目标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凯特王妃在今年1月入院接受腹部手术 手术完成后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 对于凯特王妃此次手术的原因众说纷纭 近日有媒体曝光凯特所患的疾病为克罗恩病 凯特王妃疑似患有绿色癌症 这种病一旦发病终身没办 克罗恩病是一种影响消化道的慢性炎症性肠病 会导致腹痛 腹泻 虚弱 发热 体重减轻等症状 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克罗恩病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消化道炎症疾病 属于炎症性肠病 该病多鉴于轻壮年 男女患病率相近 发病部位多位于回肠末端和生结肠 也可发生在整个消化道的任何部位 克罗恩病主要临床表现为腹部疼痛症状 慢性腹泻 体重减轻 便血 粘液变等容易反复发作 那么克罗恩病能预防吗 克罗恩病的发病原因至今不明 目前认为可能与感染 遗传 免疫三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精神刺激 饮食 因素及不卫生习惯 都可能诱发病情加重 腹部外伤或过敏反应等 可作为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引起 使淋巴组织增生的肉牙肿性病变 形成淋巴管梗塞 溃疡 漏管等损害 有研究表明该病与某些基因突变有关 但由于克罗恩病是多因素共同影响发病 比如生活习惯 心理状态等 因此只能说明有相关基因突变者发病率更高 但并不一定会遗传给下一代 克罗恩病能根治吗 目前没有方法可以根治克罗恩病 一旦确诊就意味着患者需要终生与该疾病为伴 所以克罗恩病也被称为绿色癌症 现有药物的治疗目的是为了缓解临床症状 延缓疾病进程 防治并发症 尽量使患者避免手术治疗 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 患者的病情发生进展 或者患者存在完全性肠梗塑 腹腔肿 漏管 急性穿孔 大出血癌变等情况 这时就需要外科手术介助治疗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